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車主行駛在國道上 準備接上匝道 沒想到左邊突然出現 一輛賓士車直接跨越曹化線 硬要插隊切入 一旁休止車嚇一跳 方向盤急拉向右閃 導致追撞意外 就發生在下一秒 兩輛車碰撞在一起 緩緩開往路肩 而誇張式醉魁禍首的賓士車 就這樣停都不停 加速快閃 逃之遙遙 連輛車車可板金凹陷 車主無奈到現在都找不到兇手 國道追撞方在24號晚上9點多 中山高南下13公里 系武高架口 這輛賓士車違規跨越曹化線 被拍得一清二楚 害後車追撞後 逃逸影像也通通被記錄下來 有造成事故 那造成事故的話 他當時未停下來是 我們現在在 就是以他造勢 以他因為引起造勢而逃逸 今年來國道召逃案件 從102年763件 隔年銳減一半只剩311件 104年上半年度123件 明顯逐年下降 儘管如此警方目前正在追棄 賓士車 而在違規跨越曹化線 抓到後至少可以開罰3000元 另外還有趙陶責任 通通都跑不掉 記者陳嘉明詹說 新北市報導 以上